狗尾续雕 司马炎兼并统一了魏蜀吴三国 建立了晋朝 而他自己也当上了晋武帝 一天他和大臣们商议 我们如何使晋朝的政权更加稳定啊 应启用贤士治国 得靠分封家族子弟来各地为王安定国家 好吧 那就用人为亲吧 于是晋武帝把皇亲国戚都分封为王 皇上封司马伦为大王 司马伦被封为赵王 他也学着晋武帝的样子 又把各类官衔分给他的亲朋好友 一时间宫廷里到处都是家官进爵的人 头上都带了一顶貂蝉官 朝上人人士官貂蝉满座 恭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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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一来 用来装饰帽子的雕毛也就不够用了 师父 你看这做帽子用的雕毛全用光了 什么 还有这么多帽子没有做那怎么办呢 不行就用狗毛来代替吧 这如今这官是越来越多啊 是啊 是啊 雕不够 狗来续 人们形容官爵太烂 叫做狗尾续雕 酷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